既然來到部隊裡面生活 就要趕去適應他 學長 你以前在海軍官校帶隊的方式 跟現在好像不太一樣 他那時候最常講一句話 部隊裡面沒有男人 沒有女人 只有軍人 而且全部一視同仁 我 tidak忘記了 拼到組織